今時今日,雖然無障礙設施比以前多 但有些地方和活動,商場人士始終永遠無法體驗得到 有電子產品製造商為特殊學校提供VR裝置 讓他們透過屏幕搭足社區每一個角落 但上VR之後,可以零秒上天下海 多個場景之中,要數過山車最受歡迎 同學玩到興奮大叫 有份出席當日活動的一場露金牌得主有榮 正如硬地滾球,但卻不擅長游泳 除了試玩VR裝置 同學還用全景拍攝機拍攝360照片 未來學校也將會在教學內進入高科技裝置 主要是生活技能的訓練 例如我講的是去餐廳,過馬路 教小孩過馬路很多時候 如果每次都要站到出馬路去教他怎樣看燈 怎樣看車,怎樣走出來,要看什麼環境 可能每次都花費很多時間 但有了這個器材之後 我們可以將學習過程更加濃縮和快速 科技進步,打破更多傷殘人士的障礙 曾經因為坐輪椅而成為引清的阿榮 認為本地科技先進 希望輪椅人士多點出街 見識這個世界,不要藏自己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